大家好,又是施勞宴的自由談時間 今天我們講一些敵代皇帝皇后的事情的故事 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在中國歷史上 有兩個皇后都很出名 一個出名不是因為她是英明神母 或者是賢良的女人 這兩個人曾經由一個傭人 後來晉身為皇后 這兩個是甚麼人呢 今天所講的這兩個人 第一個就是賈南峰 就是西晉時候晉為帝的老婆 賈南峰為甚麼做了皇后呢 其實就未輪到她做的 當時選了一個面貌捐好 出身不錯的美女 但是她只有十二歲 小過衛帝就三年 後來就覺得都不好了 太年輕 於是她找了一個賈南峰 賈南峰是比衛帝大兩歲的 就認為她有一個年紀大些 中國有一個傳統思想 跟她娶一個大些老婆 可以能夠駕馭到她 可以令她聽話一些 賈南峰其實就其貌不揚 根據史書記載 又矮又黑 一些武儀天下的威儀都沒有 但是就是這個人做了皇后 賈南峰做了多少年皇后呢 直到她被叫她自盡 就是用那些金蝕民和的酒 給她做了十一年的皇后 在這個年間呢 她所做的事呢 就是盡管壞事 淫亂恭惠 據史書記載呢 這個女人呢 性欲非常強 她那個夫勢呢 衛帝呢 當然就滿足她不到 而且這個衛帝呢 是有少少低B的 那情況之下她怎麼做呢 據史書說呢 她走到外面呢 去那些大街小巷 找一些見到美男子 或者是身材見識 就找個粒 就是現在他們老粒 就把她套進皇宮 進皇宮之後呢 搞完一輪 就所謂我們叫做什麼呢 抓盡瓊桿之後呢 然後就把她殺了 所以史書記載呢 很多人因為這樣捉進去 出來的就很少 但是有些特殊一些的 被她捉進去 就後來放出來 那些人見到她呢 放出來 穿那些衣服這麼美麗啊 這麼華麗的衣服 問她 你怎麼要偷回來的 那她呢 就說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 被人套進去 經過很多地方 然後去到 又見到那個女人 又矮又黑的 那些衣服 在她裏面呢 就是搞了三天之後呢 她就放回我出來 送回她 那些衣服呢 她送給我的 那原來那些人知道 哦 原來這個就是 我們的假男風 假喉 還有呢 這個女人呢 都的心腸很壞 她呢 就把那個太子 是逼死的 所以這個結果的下場非常不好 那另外我一個講的人呢 就是武則天 武則天怎樣能夠成為皇后呢 太宗皇帝的時候 她就入了宮了 入了宮呢 本來就應該陪皇帝睡覺 其中一個主要的責任 但是後來有人就告訴李世民 就是唐太宗 這個女人的八字不太適合你 唐太宗就說 這樣啊 那買不買哪裏 因為唐太宗都不怕沒有東西吃 是不是呢 後宮佳麗這麼多 那時候呢 就武則天呢 當日所謂的 她的名字叫微糧 就相傳八百呎的 都一個美女一個 她在宮廷裏面呢 就是做一些閒閒閒的事 那有一天呢 那一李遲入宮 就是後來的唐高宗 她跟老爸請安 她看看自己的時候 偶然間就見到 那麽裏面有個麽麗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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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後宮那些 年青那些人就要削法 入去一個涅離孤庵裏面 圍離以中老的 所以李遲登基之後呢 視為唐高宗 這個人呢 唉 除了好命都沒得說 那她進去宮裏面呢 最令她想做的事呢 又吩咐那些下人 喂 你給我找回當下那個 微糧究竟去了哪裏 不見了她在宮裏面 快速一點頭髮 於是時候呢 當武則天的頭髮流長 於是時候就將她接入宮 變成了唐高宗身邊的一個女人 但是這個女人呢 影響了唐朝非常之大 後來因為唐高宗呢 很多時候那些批奏章 現在這個微糧呢 都識字的 知書識字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呢 就幫皇帝呢 就批奏奏章 這個高宗 總之有女在懷 國家大使呢 就被武則天去處理 所以武則天呢 因為在身邊 處理這些宮咸奏章啊 批奏啊 等等呢 就從此呢 就對國家大使呢 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到後來呢 高宗過身 就被他的兒子 那個兒子叫做李顯 做皇帝 那後來武則天覺得 哎呀 你都是籠包一個 等媽媽來啦 那時候武則天呢 做了什麼呢 中國第一個女皇帝 那將唐朝都改了 叫做大洲 那武則天呢 做了幾個年皇帝呢 做了五十年 當然我們看很多是 電視片啊 諸如最呢 都說武則天呢 都是就是好好藍色的 男人好女色啊 他好好藍色 收埋都很多面首 所謂面首呢 就是收埋那些是 我們今天來講 吃軟飯呢 又不是吃軟飯的 就是收埋很多 很多男人 雖然是這樣啊 但是在歷史上呢 武則天雖然他說 他的私生活 非常不檢點 但是 他在五十年那個 他管治期間 那個國家都管得是不錯的 而且他一件事呢 武則天能夠接納 諫言 就是神下的批評呢 他都很寬容的 是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 他都非常 一個很毒的女人來的 包括 將自己的女兒殺了 將自己的兒子 趕到皇帝的寶座 自己來做 但是 他對神下的奸言 所謂奸言 就是神下的批評 他是可以接受 而且很多時候的奸言 不是說 講國家大事 有些奸言 是涉及他自己的私隱 武則天都可以容納 可想不知 他的亮度 是一個非常有亮度的女人 如果不是 他怎樣可以 以女人能夠管治到 五十年的一個王國呢 有幾個例子 大家知道 武則天的面首 都很多 其中幾個很出名的 大家看電視片 都看過 一個叫薛懷二 一個叫張宗昌 還有一個叫張逸之 都是他的心頭號來的 這個男人呢 唯一的工作 就是在床上 服侍武則天的 這些面首 或者我們叫情夫 有一天 他的情夫 他的志愛 是從藍出來 剛剛遇到一個丞相 去入朝見 武則天 他一看到皇帝的情夫 心頭火起 走過去 走過去 打了他兩巴 這個薛懷二 嘩 得了 於是乎 就馬上走進去 向武則天 投訴 那個宰相 不給你面子 連我都打了兩巴 你怎樣處置他 可能又哭又哭 嘌吵吵吵吵 武則天 一般正常 明知這是我心頭號的男人 你也敢打他 是死罪 但武則天怎樣回答他 他說這樣 那你以後不要在藍門出入 在東門出入都可以 那你在東門出入 便撞不到他 撞不到他便沒事 是不是 就是這樣處理 不要節外生枝 可想而知 武則天的亮度 是多麼大 當日很多宰相大小神功 都知道武則天 藏了很多男人 就去勸諫 你已經有不少了 藏了不少情夫 你還想去撿幾件回來 不太拖 當時武則天怎樣回答呢 你不說就沒人知道 你又不說就行 你不說就沒人說 武則天還想去掌勵你 你夠膽說話 聽說他還刺了400匹的籌段 給他作為獎賞 從這些事件看到 武則天確是一個能夠 所謂我們叫成相肚裏 可撐船的人 的亮度非常之大 所以他能夠有五十年的天下 都一定是不簡單 我相信在中國歷史上的皇帝 沒有一個能夠像他這樣 接納到神下的諫言 尤其是涉及私隱 更加不得了 你揭我陰師 所以在這方面 保則天都算是不錯的 還有他在五十年之後 他大約八十幾八十二三歲的時候 結果他都搞慮了 將這個皇位給回李家 給回他的兒子李顯 但當然李顯再重組做皇帝的 所謂叫宗宗 那時已經隨隨路易了 剛剛才 因為武則天這個決定 所以唐皇朝 又可以繼續再多一百幾一年 所以歷史上 我們可以看到 武則天雖然違反了中國傳統 他已經捆雞私臣 但是他也有可取的地方 尤其是今天的社會 我們的領導人 聽不到不同的意見 我們看有時我們的特首 有時在記者答問大會上面 如果有些記者提出一些 不信他心的意見 口黑面黑 一副好臭的顏面對人 這些我相信 他應該向寶則天學習一下 心量廣大些 聽聽不同的意見 這個是有好處的 今天講到這裏 暫時過了一段落 希望大家喜歡收看收聽 多謝